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在1475年 一说为1482年 率船队抵达的安哥拉首都罗安达 而在此前的航程中 他们发现了气势磅礴的刚果河口 为了纪念此行 迪奥德在刚果河口立了一块石碑 宣称刚果河口为葡萄牙所有 此时 刚果王国还健在 但国内有土著势力割据 国王阿芳锁的仪式 得到了葡萄牙的帮助 占掉那些不听话的诸侯 与此同时 葡萄牙在刚果地区的影响力大增 葡萄牙曾在1665年大举进攻刚果 还把刚果国王安东尼奥仪式打死了 不过 葡萄牙在刚果吃相太难看 刚果仍奋起反击 葡萄牙鬼子被打得灰头土脸 狼狈逃出刚果 之后的刚果被法国和比利时等国瓜分 但葡萄牙还控制着刚果河出海口 皮属刚果面积200多万平方公里 却几乎没有出海口 人员和物资进出非常不变 1885年 臭名昭著的分赃大会 葡萄会议召开 比利时则向列强提出 皮属刚果必须拥有阿帕只有一公里的海岸线 而当时 葡萄牙控制的卡宾达和普属安哥拉是连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 皮属刚果要得到出海口 葡萄牙必须割上地盘 在现在 非地的交通问题都不是很好解决 更不要说一百多年前了 葡萄牙不想自己的地盘被比利时挖掉一块 说 葡萄牙不反对皮属刚果获得出海口 但不应该由我们放血 找别人放血去 皮属刚果要获得出海口 最近的就是刚果和出海口 只能找葡萄牙要 可葡萄牙始终不同意 比利时急了 利用在欧洲列强人脉身的优势 到处串通 法国 德国 美国都站出来比利时说话 葡萄牙不高兴 说你们不能仗势欺人 列强说 就欺负你 咋了? 安哥拉面积那么大 还不够你们吃的 你看比利时小弟多不容易 混了那么多年 才混到一块没有出海口的殖民地 都是江湖朋友 做事不要太绝 在列强默许下 比利时强行把原属葡萄牙的刚果口出海口地区划到鼻属刚果 这才有了现在的刚果金 仅有的三十七公里海岸线 葡萄牙强烈抗议 但没有人听他们的 看到抗议无效 葡萄牙只好认在 承认了鼻属刚果的出海口 从此 卡宾达就成了普属安哥拉的飞地 卡宾达服从于葡萄牙的统治 卡宾达人都没太大问题 但是 他们并不情愿成为安哥拉的一部分 在1933年之前 卡宾达和安哥拉是两块同属于葡萄牙的殖民地 这一年 葡萄牙出于节省统治成本的考虑 把卡宾达变入安哥拉 成为安哥拉的飞地 飞地面积可不小 7283平方公里 比上海市还大 卡宾达飞地的最大城市 也叫卡宾达 卡宾达一直想从安哥拉脱离出去 尤其是1967年 卡宾达海域发现储量巨大的油田 安哥拉是非洲有名的石油大国 储量达到近19亿吨 而在已开发的原油中 卡宾达的石油产量就占了7成 卡宾达认为 自己完全可以靠卖石油发财 并不稀罕安哥拉给的撒瓜俩走 成立国家的愿望非常强烈 卡宾达是个超级巨宝盆 安哥拉怎么可能会放走卡宾达 1975年8月1日 卡宾达宣布自立 但三个月后的1月11日 安哥拉军队杀进卡宾达 宣布卡宾达是安哥拉的一部分 图安哥 拉小姐双方的态度不可调和 实际上还是被钱闹的 卡宾达说 我们自立后就是卡塔尔第二 安哥拉则说 你成了卡塔尔第二 让我们喝西北风去 更多历史地理文章 请订阅微信公号 地图地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